大家好,我是DJ阿州 今天要各位介绍的是在 日本中午机场附近的一个长华 shopping mall 的地方 这个地方基本上什么东西都有 但是我这次行程 我们的行程最后才安排到这个地方 这个长华的shopping mall 我感觉里面东西真的比 先前遇到的价格都便宜非常的多 我们到日本的第一天的晚上 我内人就提议说要去长华 问了带我们去的一个导游 结果导游就说跟我们说 到那边呢你现在过去方便回来可能叫计程车 不容易叫到不容易回来 我相信他这句话之后 我们就作罢了没去 可是呢实际上逛到这边呢我的心态啊 觉得这个导游从头到尾 都不是很老实的 这个真的是有点是导游界的蟑螂 让人家感觉很不舒服 我对这次的行程非常非常的 不满是在于 从业人员真的是不老实 例如我们在车上买的马油 明明上面标价是2000块日元 但是他就是卖给我们 是6瓶 13000块日币 外加一个洗面乳 我觉得 赚钱 不要昧着良心 你是这个导游界的从业人员 不要因为你一个老鼠死 那使得人家对导游 非常的厌恶 非常的反感 我本身曾经 做过导游十多年 我相信 很多导游都跟我一样是对客人 是诚实一对 那难免 也是会有导游界的蟑螂 所以说 遇到了 只能说 自认倒霉吧 现前谈到的计程车 我觉得这边既然有 服务台而且标示的很清楚 还有计程车搭乘处 那我想说 以手机的换衣软体应该 要这边搭到计程车 应该是不是像他讲的 不容易搭到 只因为我 一开始的所有对人是采取信任的态度 没想到 得到的结果是这样 好的言归正传 如果说 你们的行程当中有排到长滑的话 记得 长滑的东西真的比你在外面遇到的超市啊 导游带你去的地方都便宜非常的多 以上是阿周这次在日本 自行的一个最后的心得 希望你会喜欢我的影片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麻烦帮我按个赞 同时开启小铃铛以及订阅 有你的支持 我才有后续拍片的动力 我们后会有期 我们下期间的计算 我们下期间的计算